登上美国电视台CBS知名新闻节目60分钟 又上了一家电视台ABC节目The View 再接受网路广播节目Call Her Daddy专访 还与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Howard Stern畅谈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展开密集媒体空战 一连好几天狂赏各大节目 贺锦丽自从接替拜登角逐总统大卫以来 一直被批评不敢接受专访谈政策 竞选团队为他接下一大堆通告 除了拉抬绅士意图浓厚之外 似乎也想好好的靠这波操作 向美国选民更完整介绍自己的想法跟政策 包括在视频里 Harris被问问 如果她会做什么不同的 比总统贺锦丽展开密集团 我会有美国人在我身上 贺锦丽也利用上该节目的机会 痛批对手川普 在CBS的60分钟上 贺锦丽则是将枪口对准伊拉 但贺锦丽也在节目上坦言 近期因为选举压力 她出现失眠问题 然而这一幕却让共和党捡到枪 共和党批评当佛州的居民 面临米尔顿飓风抢袭之际 贺锦丽却在脱口秀上大喝啤酒 根本不顾在民的感受 除了媒体空战之外 好莱坞明星也一个 借着一个表态力挺 除了朱利亚罗伯茨 堪称是民主党ATM的影帝 乔治克罗尼 女星杰西卡艾巴 歌坛中的天后泰勒斯 怪奇比利 通通发生力挺贺几利 摇滚巨星Bruce Springsteen 近期也加入挺贺行列 贺锦丽的吸睛能力更是惊人 路透社报道 从他投入大选以来 在短短80天内就募得10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322亿元 创下总统候选人史上最快募款记录 而川普今年则募到大约8.53亿美金 川普最近天天跑 关键摇摆州拉票 还杀进拜登的故乡 川宾州史克尔兰顿造势 狂窜贺锦丽指挥念稿 只是川普又在非法移民上 打做文章引发争议 川普甚至还说他曾经到访过加萨 不过CNN查证后发现并非如此 川普正宜事后解释加萨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川普在2017年的确有访问过以色列 是否编造曾访问过加萨的言论再度引发质疑 TPBS新闻综合报导